想去澎湖 金門 馬祖 還是想要到台南來趟美食之旅 或是走一趟花東 眺望山海 自從觀光局擴大秋冬旅遊補助後 讓旅客更願意提起行囊 說走就走 他可能平常就是去國外 但是他就是因為這個補助 所以他週休二日決定說帶家人 然後在國內出去玩 然後又有夜市券等等 所以反應是還不錯 這一次光是參與補助的旅遊業者 就超過7700家 達全國的63% 使用最踴躍的前五個縣市 包含宜蘭就超過了25萬人 台東超過23萬人 再來是花蓮 高雄和屏東 全部加起來住宿補助金額 就超過了9.8億 不過有旅客反映 有的飯店業者雖然可以申請補助 但訂房的價格比官網貴了1000元 等於消費者沒有省到 政府還要貼錢 臨時在電話裡面口頭加價 所以建議他就是說 他就直接回到官網上面 那要注意一下就是 是不是平日價跟平日價 然後假日假跟假日假 這樣子比較起來 是不是省錢還是省錢 提醒消費者訂房時 除了要睜大眼睛 顧好自己的權益 要是遇到業者故意哄抬價格 可以向地方政府檢舉 觀光局調查署時 就會取消業者資格 就會取消業者資格